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遗憾啊 他的好多视频我都算去了 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不舍得 但是也是没办法 跟他在一起拍视频的话也是蛮久的了 从去年开始了 一年多了吧 从他身上呢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了 他这个人做事的话真的非常不错 从他身上的话可以学到坚实 十字以恒的重要性 也学到了自信 反正我这个人的话也不要学少自信 刚好在他身上学到了自信的重要性 他这个人很自信 才成就他今天能成为网红的一个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那矮哥现在成了网红了 他赎了自己的才艺还有奋斗的 还有我就是帮他拍嘛 也是帮他拍视频也是一份助力嘛 还有这个阿兰 阿兰的功劳也是很大的 因为只有阿兰的配合 他才有今天 才走向今天这个成就的啊 因为阿兰会唱很多歌的 而且长得又好看 跟矮哥搭档的话真是 真的是最扎搭档了 非常不错 从他身上的话 还可以学到一种自嗓呼吸的一种精神 还有一种奋斗的精神啊 他这人工作是很积极很拼的 你看他开摊卖唱的话 基本是风雨无阻的 真的是风雨无阻 只要不是下大雨他都会出来 而且像酒吧 虽然不确定起码去不去 但是他都要等 等到凌晨一两点钟 他都是要等的 等老板的一个电话 因为这个人系多 他老板才叫的 然后他每天晚上他都 不管去不去 他都是这样等 等到一两点钟 这个是令我真的很佩服 他的一种奋斗的精神啊 在晚上红了之后呢 收入也比以前高了啊 比如说他知名度高了 酒吧就请他去唱歌啊 现在有两间酒吧 请他去唱歌了 还有比如说 他现在在江边演出的话 会好多在网上看到他的画 会大老远过来看他了 比如说广西的其他城市啊 有些在网上看到了都会专程过来看他 打赏的话也会多一点的啊 如果谁觉得自己很有才艺 很有过人之处的话 比如说你会唱歌啊 会一些武术啊 或者其他什么杂技啊 或者是会讲笑话啊 或者是反正有过人之处的 都可以跟我说一声啊 我可以慢慢的坚实拍 拍成视频 合作拍视频吧 这个是不要什么费用的啊 这个是没什么费用 就像我跟矮哥一样 不是说我要拍他成网红 我就要收他钱 或者是我要去拍他 他要收我钱 是没有这回事的 都是从真的那种朋友之间的 很从真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我跟矮哥还有阿兰 是没有 从来没有这回事要收钱还是什么的 只要有才艺的话 都有聚会成为网红了 你看 玉林那个谭永林呢 因为唱歌唱功一流啊 他那个声音很像这个谭永林的 现在慢慢跟拍视频了 慢慢跟大家合作了 都现在也变成慢慢变成网红了 那本期视频的话 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